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香港出现华为手机集体死急潮 系统无法更新 请看报道 被美国下行政命令封杀的 中国通信巨头华为 怀疑手机系统更新出现问题 导致大批香港华为手机用户 在更新之后 无法正常启动而死机 当地时间29日一大早 大批华为用户涌上华为 位于望角的客户服务中心了解情况 部分用户更不满手机 无法使用而鼓骚 现场所见死机问题 并不局限于特定型号的华为手机 不同型号的新旧款华为手机都遇上了同样的问题 根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当地多名华为手机用户申诉 于周三早上 手机就弹出更新要求 随即跳到恢复模式画面 无法正常操作 甚至无法关机 受影响的华为手机型号 包括Mate 9、Mate 10、Mate 10 Pro等 用户罗小姐表示 她使用的华为Mate 9手机 今早起身使用手机时 发现手机无法启动登入 只是一直停留在系统恢复模式的画面 于是带着手机来到华为在望角的客户中心 但职员了解状况后 也无法解释手机故障的原因 只表示其中一个救机的方法 就是帮她将手机重设 但手机内的所有资料将会被删除 令罗小姐甚感不满及无奈 苹果日报记者 今早在华为的客服中心 发现中心内外挤满了用户 当中大部分人所遇到的情况 跟罗小姐一样 人潮直至中午仍未有减退的迹象 陆续有新的用户到场了解死机情况 其间有轮后者不满鼓骚 Mate持用户李先生表示 昨晚仍能正常使用手机 但今天早上6点起床开机时 发现手机停止工作 于是到华为客服中心 但中心职员向他表示 要立即救机的话 只能系统重置 李先生接受重置手机 但等候一个小时后 取回的手机已经可以正常运作 但之前储存在手机的所有资料 全部被删除 客服中心职员未能交代故障原因 香港资讯科技商会 荣誉会长方宝乔表示 过往因系统更新导致死机的情况 偶然也会发生 但这次不同型号的新旧款华为手机 都因系统更新而出现死机 情况实属比较奇怪和少见 他怀疑事件涉及安卓手机的系统更新 可能是关于提升安保方面 其间华为向用户送出了更新档 经解压及安装时 更新档出问题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启动 他又指虽然Google早前宣布 与华为终止合作 但有关禁令尚未正式生效 故相信事件与Google无关 方宝乔向华为手机用户建议 目前自保的方法 唯有暂时不要更新系统 并将手机的系统更新 调成手动模式 避免手机因为自动更新 而出现死机的问题 直至华为找出问题所在 公布更新系统再没有问题 届时用户再更新系统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中国最近开始要求政府官员和党媒 在讨论贸易战的时候 不要用过于带批判性的词语和语言 试图以此举来争取贸易战那头的同情心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尽管北京已经在准备一场长期的贸易战 跟女华盛顿的科技战 一线在最近一次的北京政府工作要求会上 听过上级指令的知情人士表示 北京确实要求党媒使用更加温和的措辞 而且此举也印证了北京一些领导人 最近对贸易战的思路 一位从事媒体工作的知情人士向南华早报透露 他们被告知在文本中不要一概而论地使用美方这个说法 因为就算是美国内部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此举考虑到美国政府还是有人反对贸易战 或者反对对中国做法强硬的 而北京希望争取这部分人的支持 另外一位在中国国企工作的主管告诉南华早报 尽管最近以来中国党没透露出很鼓励民族主义的措辞 北京方面的回应都是比较谨慎的 他说至少没有人在美国大使馆门口 喊着说要粉碎美国的商店 与此同时 中国也正在向美国投资者 美国官员和意见领袖敞开大门 这些人有着相似的观点 至少起码对北京都没有太抵抗的态度 比方说彭博社就会在11月 在北京举行第二届的新经济论坛 会跟北京的一个智库一起合作 会议会有前中国副总理曾培岩主持 其他的发言人还包括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和前美国财长巴尔森 而且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 一直都在避免直接批评美国总统川普 尽管一直以来北京都不太满意 川普政府的政策 但是至少希望通过这样 来缓解紧张的贸易战局势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新闻实时报为您播报 德国芯片商英飞龄继续向华为供货 禁令影响不大 请看报道 德国芯片制造商英飞龄也为华为提供芯片 不过该公司特意声明 仅是产自美国的产品不能再无限制的向华为供货 其余绝大多数产品并不受影响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英飞龄总部位于慕尼黑 是欧洲为数不多的大型芯片制造商 也为华为提供芯片 近两周前 美国将华为列入一份实体清单 华为与其美国商业伙伴之间的业务往来 将受到严格监管 美国总统川普称 这是出于对中国技术的安全隐患考虑 之后美方有关当局又宣布暂缓实施新规90天 据路透社报道 上周初英飞龄也暂停了在美国生产的产品 对华为的供应 不过英飞龄表示 这只是华为业务的一小部分 英飞龄生产的电源管理芯片 可用于汽车、智能手机、风力发电机 该公司表示大部分产品不在川普宣布的出口管制限制范围内 英飞龄表示 向华为出口的绝大多数产品没有受到影响 仅产自美国的产品不能再无限制的供货 英飞龄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不过据其年度报告称 华为是英飞龄电源管理与多点市场分支的主要客户之一 英飞龄称该分支世界领先 占据26%的全球市场份额 该分支在英飞龄去年的总营收76亿欧元中占31% 自2015年收购国际整流器公司以来 英飞龄也在美国生产相关的手机零部件 据南德一志报道 英飞龄在美国的产品也包括宇航飞行的部件 如今英飞龄从欧洲亚洲向华为供货 以及从中国的生产车间供货 据该报道称 华为2018年购买零部件的总支出为700亿美元 其中约110亿美元流向美国企业 包括高通英特尔美光 全世界芯片需求的四分之一在中国 对美国芯片企业而言 中国也是最重要的市场 相比之下 英飞龄在中国的销售额仅占25%相对较少 由于英飞龄有多个产地 也能较灵活快速的应对变化 英飞龄是一家德国达克斯上市公司 有4万余名员工 1999年从西门子独立出来 总部在慕尼黑的该公司 也在德国德雷斯顿 奥地利 马来西亚 生产所谓原金即芯片的机材 最终装配是在中国无锡 马来西亚 德国 里根斯堡以及美国完成 英飞龄的重要客户主要是风力发电机 光伏设备领域 手机制造商以及移动通讯基础设施领域 占该公司销售额不到10% 过去该公司在这一领域的销售额更高 不过 英飞龄将移动通讯分支卖给了英特尔 英飞龄销售额近半数来自汽车工业 生产电动汽车所需的半导体比普通汽车要多出不少 据南德一支报报道 英飞龄已经跟美国政府打过一次交道 两年前 华盛顿否决了英飞龄收购竞争对手 Wolf Speed计划 理由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Wolf Speed产品也用于军用 以上是穆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29日上午11点 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穆勒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的声明称 如果确定美国总统川普没有犯罪 一定会说出来并解下无罪结论 这是穆勒自2017年5月 被指派为通俄门特别检察官之后 第一次针对调查召开记者会 在这之前 有一些国会议员因为质疑调查结果 要求穆勒到众议院特别交代 穆勒重申调查结果说 如果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彻底相信总统没有犯罪 我们就会说出来 但是总统是否犯罪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做出判断 他还解释根据司法部的政策 现任总统不能被依联邦罪名起诉 否则违宪 因此起诉总统并非特别调查办公室能够做的事情 他还表示将辞去特别检察官的职务 重返个人生活 并关闭特别检察官办公室 这个发布会的全长9分钟 穆勒也没有接受任何的提问 而对于国会作证的一个说法 穆勒表示 特别调查办公室的任何证词都必须本于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中包含我们的调查结果 分析以及做任何决定的理由 报告就是我的证词 而且已经全部公开 我不会去国会重复报告这些信息 整个通俄门的调查一共历史两年 调查报告出路之后没有确凿的证据指明川普通俄 川普也曾兴奋的说调查结束没有通俄 没有妨碍司法公正 在发布会结束之后 川普发推表示 穆勒报告的内容完全没有改变 因为证据不足 因此在我们国家的一个人是清白的 案子结束 谢谢大家 民主党联邦众议院 戴明斯旅士在推特引述 穆勒所说的内容 最后补上了一句 国会必须行动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中国新兴外卖产业的兴起 体现在外卖应用APP的快速增长之上 而这个行业的发展 已经让中国一步步被外卖餐盒 餐具和塑料打淹没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2017年中国在线外卖业务 生产了160万吨的包装垃圾 是两年前的9倍 其中包括了120万吨塑料盒 17.5万吨一次性筷子 16.4万吨塑料袋 和4.4万吨的塑料勺 上述全部加在一起 比整个城市每年处理的 住宅和生意垃圾都要多 但是尽管如此 中国人均生产的塑料垃圾 仍然低于美国 报道称 中国四分之三的塑料垃圾 最终会进入到管理不良的 垃圾填埋场或者露天场所 导致垃圾很容易流入大海 而塑料在海中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分解 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回收利用大概四分之一的塑料 而美国的这个比例还不到10% 中国外卖行业中的领先者之一 美团外卖去年处理了64亿份的点餐单 比2017年增加近60% 这些订单带来了420亿美金的营业额 根据分析公司艾瑞咨询的统计 中国的几个主要外卖应用 2018年送出的订单金额总值700亿美元 而相比之下 根据Statista的数据 美国的在线送餐营销额 今年的预计是190亿美元 美团公司在声明中称 美团正全心全意致力于减少 食物外送对环境的影响 并且提到让用户选择 不用一次性餐具之类的措施 根据报道 在外卖APP美团和Alama上 经营业务的商家 对用户的点评依赖度很高 为了避免因食物洒漏遭到差评 他们宁愿愿意用一些比较重的餐盒 或者多在食物外套一层保鲜膜来包裹食物 因此这一线的外卖应用 可能在进阶鼓励餐馆增加塑料用量 Alama的所有方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拒绝置评 如何购买明镜周边商店产品呢 我们为您制作了这份视频指南 如果您对购买方式疑问 欢迎随时联系 明镜纽约小编推特号 atmjtveditorny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科技战濒临城下 中美双方见识协议期待 请看报道 在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之际 北京再度释放信号 表示有一把稀土 作为与美国贸易战的一件利器 分析认为北京把华盛顿出台 两项封杀中国电信设备巨头 华为的措施 视为是双方贸易争端的严重升级 现在中国领导层 对达成一份持久且有意义的 美中贸易协议的期待值 已经大大降低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5月29日 发表一篇评论文章 警告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的反制能力 文章再提中国在全球稀土 共赢的主导地位 文章说毫无疑问 美方想利用中国出口的稀土 所制造的产品 反用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 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答应 奉劝美方不要低估 中方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能力 勿为言之不欲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在此之前 人民日报5月28日刊发了该报记者 对中国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就中国稀土产业发展的专访内容 记者问如何看待美中经贸摩擦不断升级之际 稀土可能成为中国反制美国的重要筹码 这一观点 这名负责人表示 中美两国产业链高度融合 互补性极强 正所谓合则两立斗则两伤 如果有谁想利用我们出口稀土 所制造的产品 反用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 那么我想干南原中央苏区人民 中国人民都不会高兴的 这是北京一个多星期来 第二次发出信号 表示有一把稀土作为 与美国贸易战的一件武器 稀土是中国知名美国问题专家 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所说的 中国可以打赢美国的三张王牌之一 5月2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考察了 位于江西干州的一家稀土企业 陪同他的 还有中方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中国副总理刘鹤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研究中国金融政策的研究员 马丁·车尔赞博表示 美国对华为出手 被北京视为是双方经贸争端的 一次重大升级 引人注目的是 中国国内政治和媒体 对这些议题的讨论 他说理论上 关税威胁对中国贸易影响的范围 大得多 但却没有改变北京的宣传口径 但当华为的案子公布之后 我们看到把贸易摩擦的说法 升级成贸易战 国家电视台上还播出了朝鲜战争中 中国与美国作战的电影 来煽动民族情绪 有分析指出 美国对华为的限制令 使美中贸易争端扩大到科技领域 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 顾问委员会顾问杰弗里肖特说 显然我们现在距离达成协议 比四月底的时候更遥远了 在部分程度上 是因为贸易摩擦扩大到投资领域和高科技领域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中国经济学者 尼古拉斯拉迪表示 美方的一连串举动 让北京相信 美中贸易争端已经不再是 一纸贸易协议就能解决的 他说中国领导层已经做出决定 认定与美方达成一份轻松协议的节点已过 而且也不再认为 对中国采取的贸易行动只是川普一个人 因为很明显 对中国在技术转让和投资领域的攻击 是两党一致的 香港英文南华早报5月28日 援引一名知情人师的话报道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3日 曾召集其他2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 请他们对美方提出的最新要求发表看法 报道说 结果中央政治局压倒性的认为 美方的条件过于苛刻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总裁亚当·波森表示 现在中方的立场出现了转变 他说大约6到8个星期前 他们非常愿意与美方达成协议 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 他们非常想要达成协议 愿意妥协川普政府提出的任何要求 他说我认为现在有很大几率 他们已经放弃了与美方达成协议 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中方认为美方在谈判的最后阶段 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有些要求直接影响中国政局和社会稳定 例如美方要求北京全面开放互联网 放松要求外国云计算企业 把数据存储在中国的规定 美国国务院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 肖特认为在谈判后期提出新的要求和条件 是各国谈判时惯用的手法 这无可厚非 但应确保最终协议不会造成重大国内政治问题 他说2018年 姆努钦和罗斯与中国敲定的那份协议 没有得到川普的批准 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同样 我认为双方在北京拟定的协议草案 包含很多明确要求中国修改法律的条款 或诸如此类 我猜测中方希望措辞更笼统一些 这样他们就能有空间运作 在新天的监督执行条款下 做他们反正也要做的事情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 美国还不准备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美国已经开始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 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 还威胁对其余的3000亿美元 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实际情况是 美中双方在上轮华盛顿的谈判 陷入僵局后 没有启动新的谈判 双方都寄希望于川普与习近平 6月底在日本大阪出席G20峰会时 举行的双边峰会 但同时又都认为 对方应做出更多的让步 我没有看到自上轮谈判结束后 有任何积极的进展 肖特说 我猜测任何协议 即使谈判能够完成的话 都会是脆弱的 将面临很多政治压力 以上是孟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焦点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 日前在北京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资深记者 丰村建思独家专访的时候 阐述了他提出的中国梦战略 他表示在2049年前超越美国 是中国梦的重要战略目标 他还提到 中美关系的继续恶化是不可避免的 而今后的十年将会是最为危险的时期 刘明福在2010年就出版了 《中国梦》 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 这一本的畅销书 引起了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的关注 刘明福也因此被认定为 对美的鹰派人物 他说 在我看来这个战略有三个方面 中国梦的第一方面是建立一个繁荣的国家 这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2049年前 完成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 其目标是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的综合国力上超越美国 第二个方面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让中国拥有一支甚至超过美国的一流军队 美国的军队目前世界上最强大 中国梦的最后一部分是统一 美国之音总结了这一段的独家专访 在报道中还提到 丰村建思追问刘明福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 中国共产党的终极目标 是要夺取美国目前占据的全球霸主地位吗 刘明福则回答说 超过美国并不是什么罪过 但中国并不寻求夺取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他正在寻求创造一个没有霸权存在的新世界 中国正在倡导的世界新秩序将更加文明 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 记者问 那么习近平所设想的世界新秩序 主要组成部分是什么呢 刘明福回答说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也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做出重大变革 中国的国家目标无非是实现中国梦 即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 其核心战略是连接世界 并通过合作带来幸福的一带一路倡议 最终目标将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至于中国使用武力统一台湾 是否会导致美国军事干预的问题 刘明福说 中国因为担心美国可能干预 而放弃统一的目标 这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美国来说 台湾只不过是用来抑制中国的一张牌 所以我认为 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很低 不会导致全面战争 再说 当中国真正采取军事行动实现统一的时候 那将是中国拥有击败美国任何干预的军事能力的时候 在最次的采访中 刘明福也对美国现在出现了日益高涨的 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措施的呼声 以及中美爆发新冷战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 他认为中美之间的新冷战 其实在几年前就开始了 刘明福说 奥巴马政府将重点放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 是美国与中国走向新冷战的第一步 川普政府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愿景 可以被视为第二步 他现在已经启动了一场贸易战和一场科技战 华为只是一家中国公司 对它施加压力太过分了 他还说中美之间的新冷战正变得更加严重 因为美国不仅在与中国打贸易战 而且在更大范围内施加压力 也包括在台湾问题上 刘明福还认为 在未来的30年时间内 中美战略竞争将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中美关系的继续恶化是不可避免的 而今后的10年将会是最危险的时期 这将是一个中国需要战略防御的时期 因此它必须准备和积累应对美国的能力 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跟中国的国力差距将会缩小 美国将会发现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在国家实力差距较小的第20年内 两国将继续严肃的态度相互注视 在第三个十年期间 美国将处于衰落之中 届时中国将最终获得主动权 刘明福的中国梦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中国梦 奠定了理论基础 习近平上台之后采取得更加强势的内政外交政策 引发了美国的反弹 川普表示在他任内 他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 尽管刘明福认为中国会在30年的时间里超越美国 而美国的退役四星将军基恩则认为 中国的军力已经强大到能够取代美国 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地步 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的采访时候说 他们正在迅速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军队 而且在技术上可以与美国匹敌 基恩说中国已经赶上了美国拥有的优势 中国的军力开始主导太平洋地区 而这显然是北京的战略意图 他还认为中国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 而中国的军力和经济引擎将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 在中国是否有意成为全球霸主的问题上 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认为 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 他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 国务排除中国主导亚洲甚至获得全球影响力的可能性 他们现在显然正在极力实现这个目标 甚至在长远的某个时候威胁到美国 但是基于我对美国的自信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还有与中国相比我们所拥有的盟友 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洛德也不排除一种相当糟糕的未来情形的出现 也就是说在几十年之后 当中国更为强大时 他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但是他认为美国大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明镜焦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稀土成为了中美贸易谈判中越来越重要的话题 最近先是有如路透社 金融时报和CNBC等的外媒平台分析 说中国稀土如何会成为中美贸易战中的秘密武器 再由党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发推表示 据他所知 中国正在认真考虑限制稀土出口 紧接着又有中国的一些官媒高调的报导了 习近平在江西视察稀土基地的消息 习近平在当地演讲的时候提到 大家要回忆起长征的精神 中国大陆正在开展一场新长征 官方最近也待不住要发声了 中国国家发改委28日首次表态 说中国会坚持稀土资源 优先服务国内需要的原则 但是也愿意满足其他国家 对稀土资源的政党需求 发言人还表示 你提出稀土是否会成为中国反制美方 无端打压的反制武器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如果有谁想利用我们出口稀土所制造的产品 反用于启压打压中国的发展 那么我想干南原中央速区人民 中国人民都会不高兴的 那么稀土为何这么重要呢 BBC中文援引美国美林银行市场报道显示 中国虽然只拥有了世界上36%的稀土储量 稀土金属出口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0% 相比之下 美国缅甸和澳大利亚等的国家 只有少量的开采稀土 而在加工和处理稀土方面 中国的主导地位更加明显 在2018年 有9成稀土氧化物都是在中国加工处理的 中国方面的官方统计数据还显示 过去5年以内 中国的稀土氧化物出口近乎分贝 而美国对中国进口的稀土非常依赖 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 美国大概8成稀土进口自中国 法国和日本也向美国出口稀土加工成品 但是原况来自中国 尽管美国可以从其他的国家 比如马来西亚进口稀土 但是数量上面远远不足以跟中国相提并论 而且马来西亚最近正因为环境原因 考虑停止生产 美国国防部一份201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的国防系统对中国稀土非常依赖 因为这个元素对保障国家安全的 众多武器来讲是必须的 其中就包括激光 雷达 声纳 夜市系统等等 那么专家对这个稀土是中国王牌的说法 怎么看呢 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原美国国防部军需专家霍兹 对BBC中文表示 稀土贸易是政府的重要议题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 合理化征收关税和提高补贴 由于美国从中国大量进口稀土 美国政府一向对此表示担忧 他认同中国的确利用稀土贸易推动贸易谈判 对自己有利 中国可能从监管税收政策和出口许可方面下手 甚至会全面禁运 但是霍兹认为中国的稀土行业没有重大技术优势 在开采和加工技术创新上 还比不上国外大型稀土项目 而它的优势主要是价格优势 但是低价很大程度上源于稀土非法生产活动 中国政府已经表态要取低非法活动 很可能将会提高稀土价格 削弱其现有的优势 而现在中国非法稀土开采和出口很常见 他说并且有很多的机制 能够规避政府的管制 从而持续给美国供应稀土 因此中国难以对中美稀土贸易 构成有针对性的打击 霍兹不认同中国在稀土生产上占主导地位 也不相信中国能够通过操纵稀土市场 来达到政治目的 他说美国还有其他的稀土供应来源 也能调整需求以缓解稀土短缺 即便美国政府毫无行动 市场本身也有弹性 霍兹表示 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 早在2010年 中国对日本使用稀土武器一刻起 就已经开始战略囤积稀土元素 和使用稀土元素的零配件 不过也有反对声音 有专家指出即便如此 囤积稀土也非常久之际 如果中国立即对美国实施稀土禁运 如果没有可替代的生产基地 美国依然不可能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据悉目前美国境内 只有加州的Mountain Pass 稀土矿开挖稀土 但是出于环境成本考虑 年产5万吨稀土运往中国加工处理 而为了进一步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日前澳洲林纳斯集团 已经跟美国德州蓝线集团 签署了加工成产稀土的备忘录 另外美国的参议院也已经通过法案 对境内稀土生产 给予经济鼓励和支持 美国的多家废物回收企业 也在积极地开发新技术 试图更高效地 从废旧产品中回收稀土金属 除了中国之外 其实美国、印度、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 巴西、马来西亚等的许多国家 也拥有可以开采稀土资源的条件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电视